Yeah 另類角度 犀利對談 讓您新聞能量滿載 請聽 POP 搶先報 好的 各位聽眾午安 歡迎各位收聽 POP RADIO POP搶先報節目 我是主持人朱學恆 請各位鎖定 POP RADIO連播網 北部微分91.7 陶竹苗微分90.7 各位聽眾朋友 也可以透過APP收聽 或是透過YouTube直播 來觀看我們的節目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 官方頻道 917 POP RADIO 那今天的來賓呢 是清大分子與細胞 生物研究所生命科學系的 助理教授黃真祥 黃教授 他要為我們導讀 哎呀 連書名都好長啊 為工作而活 生存勞動 追求幸福感 一部人類的工作大歷史 黃教授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大好 這個書本身在我們介紹之前 先介紹一下作者 James Schussman 詹姆是蘇茲曼 老師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作者 他是人類學家 簡單說他是人類學家 那他在非洲的南部的沙漠跟布希曼租 然後其實布希曼族是一個統稱啊 還有很多不同的部落的租名 然後工作的好幾十年 那所以跟他們有非常深厚的關係 所以他在這個觀察他們的生活形態裡面 就看了出很多有趣的現象 然後相較因為他畢竟是一個白人 而且他是在劍橋大學嘛 對 他回到西方 然後發現西方人的工作態度 然後每天雞雞雞雞雞啊 然後那邊 可是布希曼每天就工作很少 一個禮拜還工作十幾個小時 然後剩下的時間都在玩 對 簡單說 對 其實跟人類理想的生活是很接近的 就是吃飽喝足之後就是睡覺跟玩 錢多事少離家近 因為採集生活一定要離家近啊 不然你走去採集太遠 餓死在路上回不來 這個我們大家可能有些人 不知道就這個布希曼人裡面的窮瓦西人啊 就是很久以前我們小時候看那個上帝也瘋狂 那裡面的那一群 因為撿到一個可口可樂瓶子而覺得很開心 然後有了文化衝擊的那一群人 那這個我們先這樣講 他們過了還是採集生活 是 受獵採集 那這個我們可不可以請黃教授說一下 採集生活到底是怎麼樣定義 什麼叫採集跟狩獵生活 所以狩獵採集生活 跟像我們的農業社會是處於一個很不一樣的狀態 就是他們沒有刻意去養動物 也沒有刻意去種植物 它所有的食物都是在野外田野裡面採摘回來的 包括就是獵物就是打獵嘛 然後肉是打獵來的 那他們的食物是用採摘來的 那其實比如說我們 欸原住民不是打獵嘛對不對 對啊 原住民它還有農業啊 他們有農業 比如說小米 小米酒就是用種出來的小米來釀 是是所以他們不算狩獵採集 那真正狩獵採集的不足也不多啦 那現在主要在非洲或者在一些像西伯利亞有一些 那他們現在的那個形態 那據說是很接近我們的祖先的形態 所以被人類學家做了大量的觀察說 因為他們有點像是觀察現在的一個活化式的一個樣態 來回溯我們祖先的生活心態 那所以這就是人類學家最主要在工作的這個事情 呃所以應該這樣講 狩獵跟採集它發生的時刻有先後之別嗎 呃我想可能應該是幾乎是同時 那當然有一些理論是說男生是主要是狩獵 男女生是主要是採集 所以你看男女生去逛保育公司的時候就不一樣 現在不是很多周年輕人 男生買東西都是狩獵心態去 我要買什麼去 我選了 指定了要這個 對我買了我就走啦 嗯 可是女生不是在那邊跳 欸如果 要跳 跳可以跳很久嘛 所以甚至很多都說是男伴侶會吵架的場合 很多都發生在這個過程中 哦因為兩者的生活模式不一樣 對他的那個對就不一樣 就是我們對那個心態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應該有可能是男女分工的一個 不過這個當然不是一個一概而論啦 只是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因為人類學的很多時候要討論就是 你沒辦法從畫質裡面看到那麼細 那這個社會學也很難透過考古 就在文字存在之前 社會學很難單純透過考古去確認 可是應該這樣講 這個疑惑我已經在腦中很久 如果狩獵跟採集是一個足以溫飽的生活 那人類幹嘛要進入農耕生活呢 就是你從一個自由進到不自由 那所謂的自由意思是 狩獵採集其實是可以足水草而居的 就是你有一個獵場 如果找到了你就再往別的獵場走 有個採集場如果沒有了你再往別的地方走 但農耕不行耶 農耕一定要在那邊住下來春夏秋冬 然後這個春跟秋收東廠 甚至其實這個所謂的獵利採集 跟我們現在所謂的遊牧都不一樣 因為遊牧的遊牧是他們自己財產啊 對啊是帶著走的 帶著走可是這個獵利採集 連這個都不幹 沒有連這個財產都沒有 那現在去傳啦 OK現在有一些理論是認為是在一萬兩千 在一萬三千年前的仙女牧時期 小平河時期 然後那時候地球溫度下降 所以變成是大開始 記得說這種單純的獵利採集不夠 對啊不夠 那所以就農耕就出現在一些地方 可是其實你很有趣 你去看 農耕最少出現的地方在那個兩河流域嘛 就是現代伊拉克 又巴拉里河跟底格里斯河流域 欸是是 那這個流域其實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很多的現在的動物 驗化的動物牛羊跟羊 羊還包括山羊跟民羊 以及大小麥都是在那一帶被驗化出來的 是 可是這個很妙啊 牛羊驗化我可以理解 大小麥要怎麼驗化啊 大小麥驗化所以應該就是說 有一些人他可能 他吃飽 可是他又發現一個現象說 欸這種子掉下去會長出新的 那我就乾脆把這些種子帶回去 我不要全部吃完嘛 嗯 我留一部分然後種到土裡面去 然後讓它長出來 然後第二年就就在我家 我的居所附近 以前他有沒有家的概念嘛 對 那我居所附近然後就可以長出來 我就可以吃明年 不用走太遠 然後我再留一部分然後再去集中 嗯 然後就開始這個可能就慢慢形成這個這樣子 而且這個鼓勵啊 它也可能剛好就是營養成分比較集中嘛 因為它是澱粉 對 那所以就可能對那時候的人來說 這個是可以足以就是維持他們溫飽 因為這也是一種被鼓勵的行為 就是當你付出的能源越少 可以換回來能源越多的時候 呃照說以演化的角度來講 你應該往那個方向走 可是故事沒有這麼簡單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再回來 Yeah POP搶先報 好的 歡迎各位回到POP Radio POP搶先報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朱學恒 今天的來賓是 青大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 生命科學系的助理教授 黃真祥 黃助理教授 那這個黃教授要再問一下 這本書我們剛剛講了狩獵採集跟農耕 那但是作者這個詹姆士舒茲曼喔 他研究的是狩獵採集民族裡面的窮瓦西人 窮瓦西人的生活模式大概時間支配是怎麼樣 窮瓦西人的生活模式是怎麼樣 所以其實他們去觀察發現他們大概一個禮拜就工作了十幾個小時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現在人是很不可思議 十幾個小時等於一個禮拜七天那十幾個小時就是兩小時多 對就是這樣 然後可是他們很多的時間就是在那邊遊蕩啊帶小孩子去玩啊 然後在那邊自己就是講故事啊然後唱歌跳舞之類的啊 在那邊就是甚至很多影片就是兩個在那邊一直講話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聊天啊幹嘛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時間不是在工作 那可是這一個啊跟我們現在的狀態差異很非常的大嘛 所以所以他也有一種就是說那為什麼會形成這樣子說我們進入 直到現在為什麼形成我們現在的這個樣態 我想這個書他可以對我們對這整個我們現在的工作有一個反思 嗯因為拓子在那一邊他寫另外一本書叫叫那個《炎始富足》 嗯 《炎始富足》 《炎始富足》他主要是散文集啦 嗯 他沒有像這個是一個比較脈絡性跟連貫性的一個一個著作 他裡面就有講他那些那些那些春花戲那些很多故事嘛 嗯 他一篇一篇一篇的故事 然後他等於是一個一個觀察出來 是是 那這個他就有講到說哎 因為有一個關鍵他說 其實如果我們去觀察我們的近情黑星星 嗯 黑星星他一天要花七到八小時在吃東西 嗯 就一直吃一吃吃一吃吃一吃吃 但是並不是慢慢吃而是他大量的攝取大量的吃 是是 那為什麼這樣是因為應該說為什麼我們會變成不是一天花這麼多時間來吃 沒有人可以想像你一天花七到八個小時再愛吃的人都做不到啊 除非我去吃零食 呀呀呀呀 或者說你去那個遊艇遊輪吃Buffet也不會吃到什麼常常吃 沒辦法沒辦法 那他說是因為我們發明的火 我們祖先發明的火 那這個火他可以應該說我們吃東西不是用酵素去消化 對去消化 是那這個火其實又幫我們再消化了一次 嗯 就預先消化了一次他把這些食物給變成小分子 我們吃進去的時候我們消化的效率又高太多了 所以我們攝取熱量的那個比例可以高提高非常的多 所以我這邊插個嘴就原來當年的一直吃吃很大時間在咀嚼跟消化 是 並不是想在品嘗或者享受 是 就是黑猩猩他就一直吃啊 一直吃啊 嗯 是 他們也不儲存熱量啊 他就一直吃 因為 如果你去看一個黑猩猩 他的體脂肪大概就兩三%而已 兩三%算是很壯的人類 哦是啊 就是他肌肉一定會突出的 是啊是啊 所以你看黑猩猩很壯啊 嗯 是 那可是我們人類不行啊 人類為什麼這麼多儲存這麼多 嗯 可能單純就怕 因為我們的祖先在儲存能量的效率太高了 嗯 所以這個就預算給我們嘛 對啊 那當然現在因為我們太容易消食物了 所以才會變成現在的各種各樣的的這些狀況嘛 那可是我們想一下 那所以就變成說你每天要花這麼多時間 變成又花這麼少時間 那剩下的時間要幹嘛 對 要幹嘛不能拿來玩或者是瘋狂做愛嘛 對啊 哦有啊 就丑瓦西恩應該就是這種狀態吧 對啊丑瓦西恩我感覺他可能有很多時間在不停的做愛 那可是我們可以講一下 丑瓦西恩他其實是屬於一個非常活在當下的一個狀態 嗯 對他們來說 今天就只有今天 我今天 我不是要擔心明天哦 明天一樣 應該說對他們來說 大自然就是他們的儲存制 嗯 大自然就是他們的冰箱 那跟我們不一樣嘛 我們為什麼要把東西放在冰箱 我怕它壞啊 啊 我請問我們放在冰箱什麼時候吃 不是今天要吃啊 不是 是未來要吃 所以我們 進入農根時候 我們就產生的一個觀念叫做未來 所以 進入農根我們其實是為未來而活 我們的工作其實就是為未來而活的一種狀態 這個我一時間沒有想那麼遠 我想說工作好像我們自始至終都被教育的要工作 你這個小時候不是看過那個預言螞蟻跟蟑螞蟲 蟑螞愛享受活在當下 然後到了冬天的時候蟑螞就慘了 要去找螞蟻 可是這樣子的過程 但我先插出去講一個東西喔 就這本書的前幾個chapter 讓我看到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原來 那麼多人寫過生物書 這個Schrodinger 薛丁格 我每次一直在講那個 薛丁格都在講量子物理 讓你寫 結果沒想到 嘿 他也寫過 這個生命是什麼 這本書 對 那甚至連李維史東 我以為 這個他寫的是神話學 但沒想到他每一卷的名稱 都是跟吃東西有關 生死一首詩 對 這個 從蜂蜜到煙灰 然後餐桌禮儀的起源 欸薛丁格為什麼要寫 這個生命是什麼 這本書啊 其實他是在想生命的最初的本 就是最簡單的本質是什麼 我是沒有看過這本書 可是這一本書的影響力非常的大 應該說現在生物的分子生物學 嗯 就是從這本書起源的 因為太多物理學家受他的啟發 而投身 像克里克啊 DNA的發現者 然後還有很多的物理學家 都是像 DeBlock啊 然後那個 Banner啊 之類的 很多物理學家 那 說了這本書之後 說 欸薛丁格都對生命有興趣 甚至連費曼 費曼以前在MIT的時候 他都說他有進入 分子生物的實驗室做 純化那個核糖體 只是沒有成功 嗯 也因為沒有成功 所以他決定繼續做一個物理學家 變成物理學家 是是 所以其實這個影響很大 嗯 那這本書大家也有提到說 為什麼我講物理 是因為傷嘛 因為生物就是一個會 透過增加宇宙的傷 來讓自己成為一個遊戲的狀態 對 對對對 所以 可是你知道 因為 老師講到傷了 我就想要問 可是如果照這樣講 人類應該要持續往越採集 越狩獵的方向走 因為那樣亂度比較大 因為農業 他越有興對不對 嗯 越有興 你就要 越多能量 越多能量就增加了宇宙的總傷 哦 我一直在想說 因為農業比較少移動 所以他的傷值是 比較減少的 結果我們沒有想到 是因為他消耗的資源比較多 對消耗的資源比較多 因為農業你是要有戲嘛 你要灌溉 要有鉤區 要有那個根座 要建築 對要建築啊等等的 他其實是一個 更有戲的狀態 那更有戲其實是 他耗散的能量更多 嗯 宇宙的傷增會更大 對 嗯 所以 那現在我們的工業時代 是不是 更大 以規模來講 又比農業時代大很多 所以工業他的傷 增加宇宙的總傷更大 像 他把這個 比如說工業的動力是什麼 就是現在還是靠化石燃料嘛 對 化石燃料是把一個有戲的東西 把它燒了 最後變成二氧化碳 變成水啊 變成各種各樣的污染物 嗯 然後 然後排出去嘛 所以他是增加宇宙的總傷啊 嗯 我這個 講了本來很簡單事情 這樣一講就變複雜 因為好 讓我跳回來我們 鎖定一個討論哦 蘇姿曼就是這本書的作者 詹姆斯蘇姿曼一直講說我們的工作官哦 一直都被自願分配跟生產力這個經濟學家的角度跟把持 但是如果回到最原始的初衷了 我們工作是為了吃飽啊 所以 我們學會用火 務農到 呃工廠林立 那除了人們會找到更多更省時的 更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那 也開始確認工作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但這個講有點抽象啊 工作意義到底是什麼 哇 我想可能 呃 因為其實這一面有提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人很多 其實我們現在的物資生活是真的很豐富 嗯 那舉一個例子嘛 比如說以前我們在阿公阿嬤那個年代 他一年裡就只有幾天可以吃到吃到雞腿嘛 那對 那現在每天三餐吃雞腿有說大不了是 最近 就是這個物價又上漲了 啊是啊物價上漲的現在又大不了是 可是 我意思是說就是 現在沒有像以前到那個那個 那麼困難啦 對對 只有拜拜之後才能吃雞腿 是是是 可是現在所以我意思是說 現在我們好像就是物資很充益的同時 那我們為什麼還花這麼多的時間在工作 那我想這個哈里面有提到 可能可以歸納成兩個狀況嗎 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是一直被鼓勵去消費 嗯 消費很重要 就是每次有打折啦 是 週年慶啦 其實都是希望你消費 是是 然後這消費還一直要升級 比如說 哎你有的 比如說你買一支新iPhone 而過兒 每年他都給你更新嘛 每年你都覺得哇這個功能又更好了 是要換手機了 對不對 其實我一直懷疑有時候值不值得啦 甚至 就是我們在手機老實說用個五六年淘汰很正常嘛 嗯 可是以前我們爸媽給你帶很多東西都是用一輩子啦 就是式化 譬如說Lane Line這個東西 從我小用到大基本上都沒換 嗯 是啊 所以這個可能 然後然後這就我們基本上是一個消費主義的領帶啊 所以 我們的工作變成是因為我們要消費 但如果這樣講 我不消費 是不是就不需要工作了咧 讓我先進個廣告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的我們今天導讀的書呢是為工作而活生存勞動追求幸福感 是一部人類的工作大歷史 但沒想到這本書導讀到中間呢竟然出現了一個故事 1957年10月19日星期六晚上這個國際知名考古學家 維爾哥登柴爾德教授呢 他住在附近的卡林頓飯店 那但是他早上去山區戒行之後呢 沒有再回來 那經過簡短的調查 發現他在哥威特斷層約150公尺下方 找到了教授的屍體 那這個懸崖上面呢 有整整齊齊摆放的一副眼鏡 一根煙斗 一個指南針跟一頂帽子 那這個 這一位教授呢 他剛退休不久 而且也沒有什麼理由要親身 但沒想到23年後 當地的這個 居民還有 學術家們發現 他還真是自殺耶 一個考古學家為什麼退休之後 會自殺呢 對 對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而且他還是很有名的考古學家 對 他是國際知名學者 也就是之後 他又要 他要當個顧問啊 或是當個學會的主席啊 榮華富貴並不難 那 但是 他其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也就是 他本身就比較左派 可是左派怎麼會 搞到最後要自殺呢 這真的 想不通很奇怪啊 搞得為什麼 嗯 呃 所以他基本上是 那個 書上是說 他那個 是 退休之後 應該沒有什麼追求了吧 還是什麼 沒什麼追求 所以 因為 考古學家會 覺得沒什麼 東西可以再追求 哇 他退休可能是 謝謝資源之類的吧 哦 老師 那你這樣子 你退休會不會死 哇 我想 可能退 欸 老實說 這個我想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哦 真的假的 你們 學無止境不是嗎 你們面前聽過一個話嗎 很多人退休了 他就死了 只是他也沒有經過觀察 哦 就是 他也找不到人生的發展方向 對 所以我現在都鼓勵 像我爸媽 他們退休之後 去當志工啊 欸 那 我其實比較好奇是 學術領域哦 會有所謂的研究極限存在嗎 因為你看 你研究Bushman 你研究 窮瓦西人 然後 你發現 啊 我都研究完了 所以那我沒有辦法 我不如去死 這種事情是會發生的嗎 一個種族的研究 會有那麼快就到 告一個段落 我要 可能這個也要關係到說 因為 其實 我有聽到蠻多的 像 因為 像台灣或者說 歐洲 他有這個時候也強制退休了 這個制度 就你分在做了 對對對 你到很多時候 可是其實台灣也蠻多教授 他其實到了這個 比如說國立大學教授 他退休 他到十一大學去繼續貨聘啊 他教授啊 有沒有什麼榮譽教授 之類的啊 然後繼續教授 大有人在 甚至很多人退而不休 然後去寫書啊 到處演講都 我想這個 應該說 我們這個就要討論在一個問題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 他已經賺到他的一輩子都花不完的錢 甚至很年輕的時候賺到 他還要去創業 他還要一直繼續去工作 就以前我在中研驗的時候 遇到蠻多的一些助理啊 或者去博士後 他們其實 你後來有一天打聽到他的身家的時候 發現 哦 原來小開啊 怎麼那麼有錢 哦是是是 對 然後發現說他還工作 然後你就問他說 你基本上 你每那個都不需要工作 為什麼你還工作 所以他不是為了溫飽 那為什麼呢 交朋友啊 交朋友 交朋友 然後打發時間啊 甚至你有沒有聽說 有一些 蠻多的那個計程車司機 聽說是有錢人半夜開Uber 是 去他 問他說為什麼 因為 就打發時間啊 或者就是他要交朋友啊 想要跟他聊天啊 其實我想對人來說 對人來說 你一段時間你沒有無所事事 嗯 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人會退化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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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時間 然後叫你發 就是我們其實一直 我們都有一直一個錯誤的想像 嗯 就認為天堂是你每天 就躺在椅子上面喝 喝幾位酒 可是這樣無聊了 不是更想死嗎 對對對 這樣是一次問題所在啊 所以其實很多人他其實是沒有辦法接受 他的職業 而且已經到了一個他沒有辦法在前進的這個地步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還不如去死 這個講了真的很沉重喔 但是他的問題 這本書作者的問題很簡單啊 究竟是人類主宰的工作還是工作支配的生活 是 老師你看完之後你覺得是哪一個 我覺得都有 這不是一個可以一概而論的事情 是以每一個業態而講有所不同嗎 對對對 因為譬如說他裡面 其實我之前裡面也提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他說 日本啊台灣啊這一國家 勞工的快樂程度是演低過西方 甚至很多人他工作其實是大部分的職業 他不是真的想要做這份工作 甚至是他 他只是在混 對他說他只是為了那一份溫飽 你有沒有聽過 其實在經濟學上有一個理論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要去上班 然後公司要給我們薪水 是因為這個 實在是一個ship job 紙缺 所以你要做的紙缺 我得要補償你 所以薪水是補償 精神損失的補償 可是但我一開始不要進這個死缺不就好了嗎 喔我想可能 可是 這個我想是 當然我們是因為興趣而工作 對啊 所以我想 這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 我們工作對我們是 帶來的是意義感 人多過他的這個報酬嘛 可是可能對很多人來說 並不是這一回事啊 他可能他的 他為什麼他信念這可惜 他為什麼要從事這個工作 甚至有很多是他的家庭給他的寄託 家庭給他的取許 或者家庭給他的一個 一個比如說 現在不是很流行 爸媽叫小孩考公務員 對因為說穩定 那老師說公務員的工作有什麼成就感呢 很難想像嗎 其實不是很多啦 也許他們可以找到 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找到 所以我想可能 在 就變成是說 我們這社會裡面 其實有太多人 他其實做的事情 對他來說 他上班的時間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沒有意義感的事情 對他就可能坐在那邊 就跟日本的窗邊主義啊 可是 這裡面有提到窮瓦西人耶 就是以一個狩獵採集為主的部落 他的生活方式還保留下來 裡面更加要東西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人家要東西是理所當然 所以甚至他們都認為說 所有東西都共產 比如說他們說 有一個例子是 有人去打獵 獵刀獵物 也很肥大回去 反而也被酸 有人說 啊你打得好瘦啊 你打什麼東西啊 好難吃啊 然後什麼 就一直酸他 明明他是 是不是我也是窮瓦西主的 我覺得酸人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狀況 但這個 這不是不合心理學 或是社會學嗎 就是我今天如果獵人 打到了好獵物回來 又大又肥 大家吃的話 我應該誇獎他呀 是 這是我們在農耕時代的一個思維方式 對 或者說工業時代的一個農耕工業時代 可是對窮瓦西人 為什麼他們要做這樣子的一個 很反常的一個動作 是因為他們 對他們來說 其實打到獵物沒有這麼難 或者說其實是 或者說他們其實是一個 非常共享的一個社會 對他們來說 你如果一個人你被稱讚呢 他就會高傲 他就覺得他高高在上 他就說我比你厲害 可是對他們來說 平等是比一切都更重要 所以他就說 你去跟別人要東西 對他們來說 我們很不好意思嘛 就憑什麼對不對 所以是很熟的朋友嘛 那可是對他們來說 要東西很正常啊 所有東西都共享 我們跟我們憑什麼東西 像是那個 不是說那個上次也瘋狂 那個瓶子 不是掉下來 那瓶子後來又是轉很多手 對啊 這個送給他 他送給誰 一圈都玩過去了嘛 對 所以對他們來說 這個東西說 哎你過我要我給你是很正常 其實很多的 呃 比較一些原住民 或者一些 呃 一些部落 像是周一彩節的部落 嗯 或者比較離文明 比較遠的部落 他們都有類似的現象 像是你過去 你敢開口 他們就敢給 是 只是怕你不敢開口啊 嗯 可是我們現在是 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動作 我們憑什麼 對不對 如果這樣說的話 其實就有一些奇特的狀況了 那因為一路講到這邊 如果我跟人家要東西 理所當然 我肚子餓了就伸手 口渴了也伸手 然後 呃我想要收集的東西 沒有到也伸手的話 那工作不就變得 越來越不必要了嗎 我 所以對熊華星人來說 他們可能 對他們來說 工作並不是一個 一個 呃 非常重要性 就是他們 比如說我們想 哎你一天坐兩個小時 你可以得到這樣的屋子 對 你坐四個小時不是double嗎 可是對他們來說 我不需要double 我這個物質 我這樣就夠了 多了沒有用啊 所以他們的物欲 是處於一個非常低的狀態 可是 現在在我們這個社會 物欲低 甚至是一個 貶義詞 對吧 你不是大錢言語還行 日本是一個低物欲社會 佛系社會 草思難這些都 反而是一個貶義詞 拿來接著說你沒有不求上進 嗯 那我想這是我們在現在的這個消費主義的這個 這個 氛圍下面 就記得說 你不去消費你就沒有貢獻 嗯 這不是很好玩的嗎 消費不是我自己的事嗎 對啊 為什麼要變成一個社會鼓勵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James Sussman喔 其實一直想要講說 以人類學的角度 工作並非必須 這個 並非是一定要有的 而且 最重要的是 那所以 這樣講 時間就是金錢這件事情 對於 這個 瓊瓦西人來講是合理的嗎 喔 帝航脈書這不存在的事情 對 因為帝航脈書這個 甚至還不是 這個 在談另外一本書有提到 這個金錢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因為 邱瓦西人他不需要 對 他不需要這個 透過這個金錢的這個交易 來交換什麼 對對對 不過當然現在 他們有很多 邱瓦西人已經開始 接觸 文明社會嘛 嗯 所以慢慢他們當然會被導到一個地上去 可是我當然講的是 他們比較正常的狀態的時候 嗯 那 對 這個 應該這樣講 所以賺錢呢 到底是 人類學的需求 社會學的需求 還是 經濟學的需求 其實我 我記得我們現在要很認真 嚴肅地面對的一個狀況 是我們很多的工作即將被人工智慧給取代 嗯 是 那我們之後到底要怎麼面對說 對 這些工作被取代之後 或者說我們的工作 我們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對我們存在意義是什麼 你直接被人工智慧給取代之後 那不是說有很多的人 他不需要工作了 那可是他 你不能說你人道的精神 你就讓他們餓死嘛 對不對 我想這不能到 那可是我們去救濟他們也好 或者是說 那他們不工作又可以拿救濟的 這一個的合不合理 嗯 其實現在美國就發生這事啊 我今天還看一個標題是說 美國的一個通行有一部分是因為很多人不工作 呃 因為這個我們曾經有問過 就是當你的 incentive 給太大了 嗯 就是我給你各種福利 beneficial salary 就是通通 便 便 便 就是不用工作 反正你活著就得領了之後 那你我幹嘛要出來工作咧 所以切供很嚴重 所以變成還要提高工資 那提高工資就推動通通 對 所以這個我想就變成是 可是我們遲早要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工作的是不是說 我們要把這很多無意義的工作 嗯 給他轉換掉 或者說我們消除無意義工作之後 我們人類的價值怎麼辦 譬如說 欸我們真的有辦法放一個人在家很無聊 他無所事事 然後他讓他這樣子度過他餘生嗎 嗯 對我想這一個是一個 就像我講了嘛 欸退休是一個對很多人來說是很恐怖的事情 因為恐怖到可以要結束自己生命 嗯 當然這是很極端的啦 我想極端的事情會被寫下 況且他是考古學家嘛 這對作者來說還有他情感上的一個 可是大部分人其實我們退休之後要怎麼辦 不知道 而且這樣還有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嗯 假設我國一大學教授 我65歲退休好不好 嗯 現在活到80歲很正常嘛 對還有15年不知道的感覺 對啊15年怎麼辦 或甚至活到90歲我就25年喔 嗯 活到100歲的話怎麼辦 哇 沒有這主要就是科技進步之後 沒想每個人餘命變長 少子化又產生 陪你玩小孩要變少 這個 到底要怎麼辦 本來 討論的是工作 現在已經變成生存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了 我們先進入廣告休息一下再會 耶 POP搶先爆 好的各位聽眾午安 歡迎各位收聽POP Radio POP搶先爆節目 我是主持人朱學恆 今天我們導讀這本書叫為工作而活 欸講到這邊老師那你覺得 工作是必須的嗎 我想如果假設啦 假設我就中了這個就是樂透為立場 然後我就是比如說十一好了啦 嗯 OK 十一比較有感覺的規模 現在一億在台北市買個兩三棟房子就沒了 對阿是阿是阿 好好十一 那你說我還會工作嗎 你會工作 會啊 還會喔 我會裝這我沒有這筆錢 喔 那但是等等等等 但你會做辛勞的工作嗎 我會做我現在這份工作 喔就是假裝融入 對對對 多了那麼多錢你要拿來幹嘛 多了那麼多錢我可以 比如說公司給公益啊 去買天堂鳥啊 對阿不是 做公益啊 對啊做公益啊 對啊做公益啊 那你沒有錢也可以做公益啊 沒錢做公益的效果不一樣嘛 那你之前 規模不一樣 可以做比較大的公益 可以做比較大的公益 是啊做比較大的公益 或者說我可以譬如說我可以 就是我就 應該說 我就可能不用擔心很多事情了嘛 不用擔心我發表什麼 直接把你雜誌社買下來 直接把你雜誌社買下來 對 所以我就是 我科技不計畫的事情不知道怎麼辦 我管它 我用自己錢 用自己錢做 哎呀 對我用自己錢做啊 一個研究者的這個理想好渺小 科技不計畫我自己錢做就好了 等等 比我想像中小一些 不妙小 你知道科學在早期很多都是貴族 哦對啊 因為他們沒有 哎 拜託更早 在那個 古藤堡之前啊 要知識要抄襲 所以不是貴族 是沒有的 嗯 那教育部 教育部跟科技部在幹嘛呢 這部科技部在 阿蘇館 你知道這個時候我要扯遠了 就是教育部很智障說 啊因為最近都遠去教學 我們要推動一升一平板 就每一個學生給他一個平板 我跟你講 有大腦的人都覺得 這沒有拉進教育上的鴻溝啊 有了平板不會用 家長不會管的時候 那變成犯罪工具好嗎 講那個 這很蠢 有錢都不會用 到底幹嘛 要不回去讀書啦 沒關係 如果我們有錢了 我們就可以用在我們想要做的地方 哦也就是 自由 財務自由 欸 那這個財務自由要怎麼定義呢 我想財務自由的 其實很多人他其實也搞錯 旁邊想說 他其實是把精力放在財務上 他說 我要做到我一輩子 我花不完的錢 我才去自由 其實是自由先 對 之所以我們想形成 我們到底想要做什麼 因為有很多的自由 其實不一定需要很大的財務來支撐 對 那有一些他可以降低物易 像我認識很多朋友是藝術家 或者很多藝術家其實物易都很低嘛 對 他們就是畫 或者是跳舞 唱歌 做自己擅長的東西就好 不需要每天早上吃10顆甜蜜牌 什麼不用 不用啊 他們已經清作小菜 現在清作小菜都張價了 對啊 清作小菜現在也很貴 各位 對 可是至少他們不需要很多我們不想 不需要的東西 嗯 那甚至有很多的東西 也是我們被商人洗腦 說 欸現在 雙11 欸現在還有雙12 喔現在還有雙12 是啊 但老共那邊已經講說 不能奢侈消費 跟股動過度消費 搞不好就沒有雙11 只剩台灣有了 是啊 可能 我們至少還有嘛 對 現在不是一堆有中年慶啊 什麼年中 什麼慶斯類的一大堆 我想可能 嗯 我想 當然就我剛剛可以講了嗎 其實工作很多是 到底是要 是什麼 其實是自由在行 嗯 我們先想清楚 我們犧牲自由 為了換取自由 對 那很奇怪嘛 欸有一個人他 拼死拼活 他搞到自己爆肝 然後他就 賺了錢拿去付藥費 對啊 是 這個其實是越界 這個哲學上有衝突的一個可能 是 所以我們現在想 如果有AI 有機器可以 可是現在也很弔詭的是 我們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 工具讓我們 現在的工作更有效率 對 可是我們有事情要變少嗎 沒有啊 對啊 變成我們要做更多事情 像 大家現在 已經很久沒有看到有人在那邊發呆 因為他會不停的滑手機 是 那你看到那些資訊 真的都幫得上忙嗎 也不見得 是啊 所以我們現在自由 反而變少了耶 是啊 所以這個我想這個自由 呃 才是我們其實真正要去思考的一個狀態 嗯 真正要去追求的東西是什麼 好的 這本為工作而活呢 它裡面沒有標準答案 你看完可能也沒有答案 但是你會思考很多 工作本身代表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 那今天非常謝謝黃志強教授 來跟我們聊 呃 這本書 那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那你們在工作之中 應該要找到自己更多的自由哦 接下來請繼續收聽 PubRadio聯播網 北部AFM91.7 桃竹苗AFM90.7 大家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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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